中心的挂敏力训绝 麦略先生 大家好 我叫黄秀威 我是青年AI Learning Center 第二十二教导毕业学生 我很荣幸能站在这里代表毕业同学发言 大家好 首先请以把我代表全体的毕业生 想关心我们的教导过 所有领导 老师表示最诚心的感谢 今天是个男晚的日子 更是一个晚年的日子 四年医院生涯在即将结束 此时此改 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一样 有喜悦 有幼伤 也有更多年不出的会议 与留恋 四年的岁月听起来似乎是那么漫长 而当我们面对离别又觉得它是那么的短暂 高中四年 我们从一个小孩走向成熟 从无知走向荔枝 从前方走向成熟 感谢了师教会我们赚人 教会我们取责 也许我们曾经愿意让您难过 也许我们曾经逃避 情传的故事 感谢你博大的设爱 换来了我们的受欢已成长 不过无论我们四年是怎么走过的 我们都不必埋怨和懊悔 因为毕业不代表结束 而是坏户的 开始 不是清楚完成 而是先不进步 生活总要继续 先是总要面对 明天开始我们一切规律 不是清楚完成 又在一个星期点走向的大舞台 最后祝援老师们工作顺利 祝援我们的学校三大更加美丽 也祝援我们的毕业生学业 谢谢大家